最近上网时一定有很多民众发现 有人声称和男女朋友分手要低价出清商品 比方说像是一些苹果的手机或者说香奈儿包包都有 现在甚至就连台中市的警局也发现 不过要小心真的这么多人感情不顺吗 因为这是假片 今天有人在网路上分手搞出清 当然都是gay 贴文大致内容会写上 男朋友送的东西一件都不想要 低价转给需要的人只求带走不屑 仔细一看东西很高档 像是名牌包苹果手表手机 就连一台南球的PS5都有 通常他们会强调东西是新品 而且都是高单价商品低价卖出甚至打对折 要求面胶就极力拒绝 也不开放文章留言要用私讯的 他买东西要送给他女朋友 可是他女朋友可能说这个东西已经有了 东西也送不出去 所以说他用低价要把它卖掉 不只用分手当诱因 听还有网友分享 搬家出清原本是要卖可爱造型滑板车1500元出售 同样声称不能面胶汇款再给货 最后收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塑胶滑板车 商品都是低仪市价非常多 然后利用这个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的注意 那民众就会抢下单 统计近两个月来 类似案件有多达近800件 手法推陈初心 民众得睁大眼睛看仔细 否则不是他的感情被骗 就是你的荷包手骗 TVB新闻 宣洁张卫贤 台报道